辽宁舰作为中国海军的训练平台 目前搭载的是预警直升机 来自前苏联的卡31 卡31直升机是将苏联原有的卡29舰载武装直升机 安装上E801M雷达系统 充当空中警戒平台 不过直升机升空不高 空中停留时间短 雷达探测范围有限 加上直升机速度比较慢 航程也不够远 远远不能达到航母出海作战的要求 而固定一预警机升空后 不但能为整个航母战斗群提供预警 还能为编队中的其他舰艇和战机的协调行动提供保障 对于为航母战斗群中的大闹 未来辽宁舰会搭载什么样的固定翼预警机 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去年编号JZY-01的中国预警机验证机照片在网上曝光 更早之前 俄罗斯前往近二网站报道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研究员曹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首型国产舰载预警机可能将在运期基础上研制而成 报道还说曹晨表示 中国现在的航母平台约为6万吨级 与此相比最大起飞重量5吨多的运12前的太小 最大起飞重量21吨的运期正好合适 不过运期的长度和驿展很大 目前改装工作量很大 中国首型舰载预警机真的会由运期改装而来吗 并且知识杂志执行主编秦真分析说 运期它是无法作为辽宁舰预警机的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华越起飞的这个航母需要飞机能提供一个高的初始的速度 像运期比较大的固定翼的飞机又使用两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无法赋予飞机离间速度 第二个方面呢 运期机长比较长达到23.7米 无法装载在升降机上运送到第一层的甲板上 当然今后如果我们国家研制成功可以使用弹射器的航母 运期是完全可以作为渐载预警机使用 接着